今天太空變得有點熱鬧 維珍的布蘭森 還有亞馬遜的貝佐斯 以及那特斯拉的馬斯克呢 都在互別苗頭搏板面 前醫專家丁學文指出 太空產業的前景跟商機規模 都很精革 不過也有相對的風險 而台灣則是推出了 太空發展法 準備好接招了嗎 來看丁學文的解說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太空產業的競賽 如果大家有在注意到 全球最近產業的最大一個新聞 那就是維珍銀河的創辦人 Richard Branson 在7月11號 成功發射火箭 到達了外太空 那在第二天呢 他就向美國的證交所 提出了增值的計畫 準備增值5億美元 而今年以來 維珍銀河的股價 已經上漲了超過7成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對全世界來說 其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俄羅斯 是全世界第一個發射火箭 讓第一個人跟第一隻狗 升上太空 美國在1962年 是第一次成功登陸月球 那英國這一次的維珍銀河 則是第一次透過民間企業 把火箭發射上了太空 那維珍銀河本身呢 在英國就是一個 非常奇特的企業 這所謂的Brenson呢 本身是有點像網紅 很多人覺得他很像是 美國的川普 那過去呢 常常會上電視 上網站 所以很多人都認識他 頭髮長長的 鬍子不羞蝙蝠 那事實上他上一次上媒體 成為全世界熱搜的 所謂頭條呢 是在80年末 90年初 他曾經做熱氣球 跨越太平洋跟大西洋 那事實上他這一次呢 很多人會說 難道他是要為全世界 創造福祉嗎 不是 還是為了商業的目的 而他事實上搶載了 所謂Emeron的創辦人 Jeff Barrows 九天 因為事實上本來 Jeff Barrows 準備搭乘他的Blue Origin 在7月20號 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 52年的那一天發射 就是他提早九天 不過很多人都在取笑他 譬如說英國的衛報就說 Brenson真的上太空了嗎 為什麼這麼說 他這次升空的高度 是86.1公里 那瞭解太空產業都知道 有個100公里的卡曼線 所以他沒有到那裡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Barrows 一定會超過100公里 去創造我真正上了太空 所以Barrows 才會諷刺他 不過好消息是 另外一個競爭者 Tesla的創辦人 Elon Musk 在發射那一天 有到場去恭賀他 我想基本上 這件事情還是值得我們注意 商業世界的太空競賽 看起來勢在必行 而且已經發射 事實上全世界相端的產業 也開始出現了 你譬如說JP Morgan 他就估計 到2040年 全世界太空產業的收入 可能會超過1兆 1.1兆 那甚至有人估計 UBS 到2030年會超過8000億美元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 可以期待很大的一個 Huge Opportunity 很大的機會 不過基本上 要把人帶上去 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你譬如說 Blue Origin在7月20號的門票 它是公開BIT 就是你可以去投標的 有7600人去投標 最高得票者 花了7500萬美元 才能買到這張票 而平均呢 每個人大概是花了25萬美元 不少 大概600多萬台幣 那這樣一個金額 當然不是大部分人 都可以參與的 當然很多人會說 有錢人去參與的旅行 最後平民百姓就會去 那我覺得是不見得的 不過不管怎麼樣 商業世界的太空競爭 看起來已經展開 我想未來 很多人 確實會對太空產業 有很多的奇想 那太空產業 其實最有名的 我們不外乎 是Elon Musk的星鏈計劃 星鏈計劃準備發射 4.2萬顆的低軌衛星 到太空中 而且每6年以內 就會汰換很多的低軌衛星 這就塑造了很多的產業 那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太空產業 並不是只有火箭 跟所謂的材料科學 它裡面還牽涉了 晶片 感測器 軟體 電力 甚至萬物聯網的聯網工具 這都是一個產業的機會 台灣在這方面 其實也布局很深 所以5月多的時候 台灣公佈了太空發展法 那看起來台灣也有一些 800多家的企業 跟這個有關 不過因為主業不是這個 所以目前為止的產值 並不高 只有898億台幣 所以政府的太空發展法 出來之後 能不能迅速的推進 還是要看政府的決心 那另外呢 發射到太空呢 其實還牽涉到 有一些lason 你譬如說呢 任何的產業 都有一個學習曲線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 維珍銀河的今年的收入 Morganstein就把它 從18億調降到13億 代表說呢 其實熱潮過了之後 有可能不如預期 那另外呢 太空產業 還是有安全問題 1986年 美國曾經太空總署 希望把人送上太空 不過又出了事故之後 就把它撤回了 總而言之 太空產業是 人類想像中的 另外一個世界 台灣能不能參與 可能牽涉到 台灣的科技業 能不能再上一個 兩次upgrade 我們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 有關太空產業的競賽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